在疫情的告一段落 我們進入新生活的階段 我們來參加這個展 其實是更有意義的一個時刻 今年因為疫情影響的關係 我們各行各業的業績難免都受到影響 不過因為我們的疫情相對穩定 復甦的速度也稍微快一些 再加上我們三倍券的效益 我們也希望這一波的大展 可以讓參展的我們的業者 都能夠口袋滿滿 那臺灣已經連續兩人被停笔 是全球四大超級創新國之一 我們創新能力也反映在我們的家電產品上面 真的是越來越讓人喜歡 越來越經營顧客 很多最先進的家電技術 再加上我們現在盆盆發展的物聯網跟人工智慧 應用在各種的家電的遙控跟整合上面 真的走到哪裡 方便就在哪裡 家電除了要智慧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節能省電 這次也推出了很多優惠的方案和計畫 邀請大家一起為簡態來努力 我要感謝各位業界的好朋友 積極的配合政府推動節能家電開換 這一年來已經開換了將近80萬台老舊的家電 那麼節電是4.35億度 是非常的不簡單 我們要謝謝各位業界的幫忙和配合 今天我們在現場也看到空調 也就是冷氣機 今年開始 我們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我們將會在兩年內完成全國中小學班班有冷氣的計畫 除了安裝冷氣 我們也會更新電源線路 攜帶著教室隔熱的設備 以及其他節能減碳相關的設備跟措施 用最節能環保的家電 為下一代打造最舒適的學習環境 最後 我要再次感謝大家 協助政府推動政策 在疫情挑戰下 政府民間繼續一起努力 一起戰勝疫情 一起復甦振興 也祝福我們這一波的大展 業績長紅 滿氣新鴻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